是一大四大飞行 不渡终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要是去晚了,可就领不到肥羊了 皇上封我为五经博士,当以修身智学为首任 高羊只是身外物,不必为此计较 这新来的博士还真不一样啊 皇上下旨赐羊,美人一只,皇恩浩荡 可这羊有大小肥瘦之分,不知…… 真先生,您怎么才来啊 范先生 真先生在洛阳住得还适应吗 有劳先生惦记,一切都好 不知真先生对皇上赐羊一事有何看法 望听范先生高见 以赛下余见 最肥的高羊应该给桓荣桓老先生 桓老先生教导太子 精简尚书,功不可没 若论贡献,在场的博士哪个都不少 这剩下的十三只高羊又该怎么分呢 嗯,大家同朝为官可不能厚此薄彼 那你说说这羊如何来分 高羊肥瘦不一,唯有杀羊分肉才称得上公平 如此无耻之举,亏你也想得出来 真先生,我们也是为了公平起见啊 以屠杀高羊换取公平,这就是你们的德行吗 你…… 两位不要为此伤了和气 这分羊之事,也不是一两个人就做得了主的 诸位先生们,在下真语 皇上赐羊,意义重大 然而却有人想要杀羊分肉 实在是可耻之举 杀羊分肉,大家得的分量都是一样的 我觉得这个主意不错 对嘛,反正这高羊分下来就是为了吃的 早晚也得杀呀 真先生,看来大家心里早就打好主意了 既然如此,恕真语无法奉陪 诶 真先生请留步 黄老先生 还要用到一天牌用的木牌 天的了 老夫是为不负黄恩 让每位博士都能分到赏赐 一人一羊,又怎么会有人拿不到 羊有肥瘦,赏赐便分轻重 只怕不是拿不到 而是有人不想拿呀 黄老先生,大家都等着您去抽签牌呢 堂堂五金博士抽签牌确实不压 但若是五金博士连几只羔羊都分不完 岂不遭人耻笑 黄老先生 在下还有一事相求 若老先生不同意 这抽签牌之事 恕在下实难从命 真先生请讲 在下最后一个抽签牌 好,老夫第一个抓 真先生最后一个 这抽签牌也算是善时善终了 多谢成全 黄老先生最为年长 请您第一个抽签牌 三号 黄老先生,恭喜您了 老先生,这只羔羊够壮实的 说安在这里就好了 范先生,该您了 九号 范先生这只羊也很不错 第三名是,是真先生 在下 且慢 我并非有意为难 只是真先生刚刚成为博士 未有剑术 第三个抽签牌 怕是冷了他人的心呢 诸位 依照长佑抽签牌 这是大家说好的 后面就轮到你了 你当然不希望改了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 在下不会去抽签牌的 诸位也不用担心 会有人跟你们抢肥羊 真先生 我们不是这个意思 在下师承言士 钻研春秋 以古圣先贤自立 实不愿再做这等 有备圣贤教会之事 咱们只是在讨论分阳之事 不必说到圣贤嘛 定宫十三年 孔夫子为坚守礼制 契鲁司 契鲁司寇官职 周游列国 困顿一生 如今我们高官厚禄 却还要征几只羔羊 难道不是违背圣贤教会吗 这个 诸位 其实早在抽签牌之前 真先生便向老夫请求 最后一个抽签牌了 大家实在不必为此事争执 真先生 在下多有得罪 还请见谅 真先生 您快来取个木牌吧 在下说过了 不会抽签牌 请诸位继续吧 那您 使不得使不得 真先生比我年长 我怎么能先抽签牌呢 皇上驾到 臣参见皇上 免礼 平身 谢皇上 你们在分朕赏赐的羔羊 回皇上的话 臣等正在抽签牌分羊 抽签牌分羊 还有这种事 真是荒唐 皇上息怒 羊有肥瘦 我们这也是为保公平 才出此下策 皇上 臣有一事想奏 嗯 你是 臣真羽 掩饰春秋的新任博士 有什么要禀奏的 臣都但恳请皇上收回赐养 你说什么 皇上息怒 真羽并非此意 臣恳请皇上收回赐养 以免诸位博士争名夺利 臣羽 你好大的胆子 竟敢让朕收回赏赐 皇上明鉴 臣等身为武经博士 自以智学兽徒为己任 实不必耗损国家财富 争夺羔 即使羔羊就耗损了国库 那朕泰山风扇 岂不是要掏空了国库 皇上息怒 泰山风扇乃民心所向 臣绝无此意 不必多说了 朕好心赏赐你们 你们却挑朕的不是 宽容 朕不管你是抽签牌 还是别的 赶紧把羊分了 这都成什么样了 臣尊旨 皇上 朕累了 朕鱼 你既然觐见了 朕就赏你第一个抽签牌 快领止贤呢 臣遵旨 谢皇上 朕先生 您还是快去抽签牌吧 可别再乱说话了 若在下抽了这签牌 便是愧对先师教诲 那您有何打算 觐见皇上 收回次养 朕鱼 你别忘了 你已经领旨谢恩了 可是 你要是现在去见皇上 性命难保啊 皇上乃圣贤明君 又怎么会不听忠言 只要诸位和我一起去觐见皇上 定能让皇上收回成命 朕先生 我看还是算了吧 现在您说什么 皇上都不愿听的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皇上在来太学之前 已经有不少大臣觐见 此次太山风扇 劳民伤财 此时龙颜大怒 我劝您还是抓了咎 赶紧牵着羊去谢恩吧 怪不得刚才皇上 以为真先生 是在反对风扇一事啊 真先生 您还是不要触弄龙颜了 这弄不好 咱们都得受牵连了 真先生 还望您三思啊 抽签牌分养 有被圣贤之道 贪生怕死 不能匡扶朝政 更有施人臣本分 在下实在无言担任 武经博士一职 就此告辞 没想到真鱼也是 不忠不义的无耻之徒 看来严实春秋 也不过儿耳 还老先生 为何要如此侮辱先师之学 交出你这样的学生 老师又能好到哪儿去 在下虽未得先师学史 但也知晓圣贤之道 绝不会同流合污 成为无耻之辈 为了自己的清白 就放弃了辅佐贤君 为民责福的机会 此等不忠不义之举 还谈什么圣贤之道 难道抽签牌分养 反而是忠义之举吗 真先生誓才给我等 讲述孔夫子周游列国的故事 可还记得孔夫子终归回虏之事 自然记得 夫子一生心怀报国之志 不受济康子之邀回虏 夫子一生颠簸 受尽磨难 传授圣贤之道 都是希望能辅佐诸侯们成为明君 创建圣事 如今天佑我朝 皇上心怀宽厚 以仁爱治国更尊师重道 兴建太学 设立五经博士 有圣贤明君在此 你还要离开吗 和这分阳比起来 辅佐明君 传道授业更加重要啊 若没有老先生教诲 在下恐怕 已经违背了先师之志 是 真先生言重了 先生的志向 我们早已经看清楚了 真先生 毫无名利之心 贤德自谢 真先生 这羊 在下 这就去领阳谢恩 真先生 您还没抽签牌呢 臣真语 真语 谢皇上赏赐 真语记得来谢恩 还算是有心 臣罪该万死 好 起来吧 谢皇上 臣语 你这羊可不算肥呀 回皇上的话 臣领的是最瘦的一只羊 你的运气还真是不好 回皇上的话 臣并未抽签牌 好一个真语 来人 把真语带下去 皇上铭记 臣蒙圣恩 才被封为五经博士 尚无剑术 又有何德何能 去领取比其他博士 要丰厚的赏赐 这种谦虚的说辞 倒是好听 但朕罚的是你抗旨之罪 皇上的旨意 是命臣领取最瘦小的羔羊 臣万万不敢抗旨 一百无言 朕只是命你抽签牌 什么时候让你去领最瘦的羔羊了 皇上明鉴 自古以来 农夫辛苦劳作 方得粮食 此乃天地圣贤之道 臣贡献甚微 领取最瘦小的羔羊 才是顺应天命之举 皇上贵为天子 下之抽签牌 是让臣等顺应天命 臣不敢违对 才牵着这最瘦小的羔羊来见你 世卫 传朕的旨意 让博士们都别抽签牌了 是 臣先生不愧为大学士 不仅学识援博 更有过人的智慧 臣愧不敢当 先生自愿领取这最瘦的羔羊 又用天地之道劝朕 停止抽签牌分羊 有损圣贤教化 这么聪明的办法 可不是谁都能想得出来的 皇上英明 抽签牌分羊 令博士们争名夺利 确为无耻之举 不过朕也要问先生一句 这羊到底该如何分 才能让屋外那些博士们 不再计较羊的肥兽 又符合先生所说的正道 羊有肥兽 难免让人争名夺利 臣斗胆恳请皇上 将次羊分给为封善一世 劳苦的百姓 朕鱼 朕可是刚免了你的抗旨之罪 皇上圣恩 臣感激不尽 可分羊之事 难免会让他人起了名利之心 败坏得行 若是分于百姓 便是仁爱之举 臣恳请皇上三思 此刻在这太学外面 就有不少大臣说 朕为了封善劳民伤财 你口口声声 要把羊分给百姓 是要帮他们说话吗 皇上明见 臣觐见赐羊给百姓 只是想辅佐皇上 行仁爱之举 若是行仁爱之举 朕可以减负免疫 又为何非要听你的觐见 让几只羊损害了朕的威严 皇上 臣入朝前只是相野一匹夫 但也听过不少赞扬皇上的故事 不知皇上可否允许臣举出一二 赞扬朕的故事 你且说来听听 第一个故事是 安之飞蒲虎 这是朕当年观看陈叔时说的话 众人见衬书 都说当时的国师公是天子 皇上胸怀大志 方能说出安之飞蒲虎 最终一统山河 祝您登基的并非威严 而是皇上您的志向了 你讲朕当年的事情 难道是要说朕登基之后 就没有志向了吗 皇上息怒 臣绝无此意 若皇上失了志向 又怎么会说出 即位三十年 百姓怨气满腹 无谁鸡 欺天虎 当年群臣劝朕泰山风扇 朕说百姓怨气满腹 不愿以风扇欺骗上天 真不是 这就是你的第二个故事吧 皇上英明 这就是臣听到的第二个故事 你今日给朕讲这两件事 到底是何用意 要是为了劝朕取消风扇 也未免太晚了吧 皇上明鉴 皇上心怀仁爱 一统天下 复兴盛世 泰山风扇 皆民心所向 一臣愚见 在这两个故事里 皇上您所拥有的 并非只是威严 更重要的是皇上您的志向 和这天下的民心呢 真不是 朕知道你学是冤博 但治理国家可不是那么简单的 若朕没了威严 这天下不听话的人可不少啊 皇上 从古至今 凡是圣贤明君 皆以德行明闻天下 顺地依靠孝道感化双亲 汉族虚怀若骨 圣贤之事纷纷投诚 纵使有顽劣之徒 又有何惧 皇上乃圣贤明君 臣虽不才 但若能辅佐皇上 为民责福 亦无所畏惧 好 好一句无所畏惧 真不是 看来你这个博士 是当他太晚了呀 来人 并奏皇上 桓荣等人 已停止抽签牌 在屋外等候 传朕的旨意 将十四只羔羊 分给修整山道的百姓 减免当地赴税一年 遵旨 慢 朕还要大赦天下 与民同乐 皇上以仁爱治国 此乃天下百姓之福 有朕不是在 也是朕的福气呀 能够做到不及个人名利 维护正道 不愧为朕的授阳博士啊 君主圣贤 做臣子的自当尽职尽责 来 随朕去送阳 臣遵旨 臣遵旨 真先生请留步 啊 桓老先生 您找在下有什么事吗 老夫侮辱了家师 特来道歉 若没老先生教诲 学生此时已是无耻之徒了 请受学生一拜 不知真先生可否有空 老夫好久没好好聊天了 老先生 请 真语不计个人名利得师 选取授养 平息众位博士的纷争 可见 世间争名夺利之事虽多 但羞愧之心 人皆有之 只要胸怀大志 秉持圣贤正道 自能秉除物欲 修身智学 未经许可否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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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03-989-8686 03-989-8686 宜兰大碑观音道场 2. 辩才天 顾名思义 辩才天以聪明和具大辩才而得名 又称美迎天、妙迎天 他是掌管智慧辩才、音乐与福德的天神 辩才天原是印度人信仰的和神 有人说他是男神 但大多数认为他是女神 是阎罗王的姐姐 他居无定所 经常与各种野兽为伴 辩才天的形象 主要有两种 一种是八臂菩萨装束形象 旁边六臂食物 中二臂合掌 一种是菩萨形象的坐像 左手拿琵琶 右手做弹奏状 也有座弹空口状的 很显然 前一种形象来源于佛典的记载 而后一种形象 则是根据辩才天在音乐方面的特征而塑造的 三、大梵天王 有座梵天、梵王等 是婆罗门教的尊神 被认为是世界万物的始祖 大梵天后来成了 释迦摩尼佛的护法神 据传释尊自兜率天降生的时候 大梵天守执白斧子 在佛前做引导 释尊成道后 施舍自己的宫殿 请佛说法 《大悲经》记载 释尊行将入面时 将护持佛法的重任 交给了他 大梵天居住于色界 为色界出禅天之主 与梵府天、梵仲天 合称色界出禅三天 较为常见的大梵天的形象 是四面四壁 手里拿着莲花、念珠、玉镜瓶、结印 作奇色鹅 另外 梵天还有一面二壁 三面S壁形象 中国寺院中 梵天多与珠天 共同供奉于大雄宝殿之中 还有一种 是他与帝氏共同侍奉 释迦佛的形象 四 帝氏天 帝氏天原是佛罗门教的天神 因义作仕体缓阴、阴陀罗等 大致度论记载 他原是摩羯陀伯一个佛罗门 生姓乐善好师 他有三十二位知己 与他同修福德善业 此后又一起升到了高丽天宫 刀立天共有三十三天宫 故有称三十三天 帝氏居刀立天中央的善建城 右座细建城 他的四面各有八天宫 分别由他生前的三十二位知己 作为俯臣居住 敬明书等书德说 迦瑟佛入灭后 有一位女子发心为佛修塔 另有三十二人住院 后来以此功德 他们共生刀立天宫 那位女子便是帝氏天 帝氏天经常用种种物品 供养世尊和僧众 帝氏天形象 显密所穿各异 在汉帝寺院中 她的身后一般有三位天女 其中一位给帝氏打散 一位端盘 内成莲花 一位捧一个山石藤井 亦为须弥山 北京石井山区的法海寺 存有明代的壁画 其中极有帝氏天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更美好 诗信被约的牛主人 阿昌家里养了一头健壮的牛 平时他全靠这头牛耕地 拉车来赚钱维持生计 阿昌家的牛力气可真大 是啊阿昌 我看我们村里也只有你家的牛 能挣得了隔壁村王老板那五千块钱 五千块钱 什么五千块钱呀 诶 这么大的消息 你不知道吗 隔壁村王老板的五亩地准备要耕种 不过他家的田地农用车进不去 所以只能用牛来耕种 而且他的要求是 用一头牛花一天的时间将五亩地耕完 对呀 虽然王老板出价五千 但谁敢保证自家的牛 能在一天内耕完五亩地呢 花五千块钱雇一头牛来耕五亩地 这王老板究竟是怎么想的呀 我听说他是和镇里的几位老板打赌 所以才这么做的 管他是为了什么 一天能赚五千块钱的工作 上哪找啊 是啊是啊 阿昌 我看你家的牛干得了这活 一天跟五亩地 你们想把我家的牛累死啊 这钱赚不得呀 走了大牛 干完活我们该回家了 大牛 干了一天活了 赶快吃点草休息一下吧 老公 你总算回来了 刚才阿磊说他出了车祸 正在医院治疗 急需一大笔钱呢 啊 怎么会这样 我打电话给他 喂 阿磊 你现在怎么样了 好 我知道了 你放心 医药费的事就交给我吧 嗨 没什么 谁叫我是你哥呢 嗯 好了 我先挂了 你安心养伤吧 老公 听阿磊的意思 好像需要不少钱啊 我们要去哪儿筹钱呢 不管怎样 我们一定得帮他 我们一定得帮他 可是我们家哪拿得出那么多钱啊 看来明天我得去一趟隔壁村了 隔壁村 是啊 隔壁村有位王老板出五千块钱 一天之内要帮他耕完五亩地 一天内耕完五亩地 这也太难了吧 是有点困难 不过为了阿磊 明天 我得带着大牛去试一试 大牛啊 明天 你得帮我个忙了 一天耕完五亩地 你能办到吗 大牛 明天就全靠你了 我知道一天之内 要做那么多活 太难为你了 不过我弟弟正等着钱救命呢 我现在也只能靠你了 第二天 阿昌便带着牛来到了隔壁村庄 大牛这天刚起田来 格外卖力 一天的时间内 他便跟完了五亩地 钱虽然赚到了 但是大牛却累倒了 大牛 今天真是辛苦你了 来 吃点鲜嫩的牧草 补充一下体力吧 看来他真的是累坏了 还是让他好好休息一下吧 嗯 大牛这次 真的是帮了个大忙 我们以后 得更加好好对待他 是啊 我们要对他更好一些才行 从那天起 阿昌夫妻俩 对这头牛格外的照顾 而大牛也为阿昌家 辛苦卖命工作了许多年 阿昌啊 你家的这头老牛还干得动活吗 家里的田 还是得种啊 虽然他老了 但总比我们人有力气不是吗 我看 你还是把他卖掉 然后再买头年轻的牛吧 这种老牛 谁会买呀 怎么会没人买 有很多人来村子里收购老牛嘛 只不过价格比较低罢了 你说的那些人啊 都是买了之后 将牛送到屠宰场的 我怎么能把大牛卖给他们呢 那你是怎么想的 难不成你要一直养着他 直到他老死 对啊 我就是这样打算的 等他老死后 我会将他好好埋葬 也不枉他帮我出了一辈子的力 可是那样的话 你就什么都得不到了 我看还不如趁现在 他还能卖点钱 赶快把他给卖了 是啊 要不然再过两年 他老的除了吃草 啥都不能做 那就更划不来了 我说了 我是不会卖他的 我愿意给他养老送终 转眼间 大牛的年纪越来越大 他已经没办法再工作了 每天只能在牛棚里 吃着草料 老公 大牛已经没法下田了 马上就要春羹 我们得买一头新牛了 我们现在手头上的钱 根本不够买头牛啊 要不我们先跟阿蕾借一下 阿蕾他老婆 就快要生小孩了 正是需要用钱的时候 我怎么好意思开口跟他借呀 哥 找我借什么呢 阿蕾 你怎么来了呀 我今天跟着老板来这里收牲口 路过你家 怎么能不进来呢 对了 刚才你说要找我借什么 阿蕾 你也看到了 我们家的牛老了 不能干活了 所以我和你哥 想跟你借点钱 再买一头牛 哥 你不用跟我借呀 直接将这头老牛 卖给我老板 不就有钱了吗 何必借呢 你放心 他给你的价格 绝对漂亮 但这头牛 我不打算卖 不卖 为什么呀 大牛帮我们家 干了十几年的活 现在 因为他没用了 就卖掉它 我实在有些不忍 哥 他不过是头牛罢了 耕地拉车 本来就是他的命 现在他干不了活了 你还留着他干嘛呀 卖掉好了 我跟我老板说说 这头牛 好歹也能卖两千块钱 老公 两千块钱呢 有了这笔钱 我们只要再加一点点钱 就又能买一头新牛了 是啊 哥 把它卖了吧 嗯 好吧 那就卖了它吧 阿长 深知牛被卖掉后的命运 是会被宰杀 但是 他却因为金钱 而没有信守自己的诺言 老公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出门了 阿雷 不知道怎么了 儿子刚出生 应该很高兴才对 怎么听他的口气 似乎心情不太好 对啊 我也觉得奇怪 该不会是孩子 有什么毛病吧 他这么急着找我们去 我想一定有问题 我们去了 就知道了 嗯 那我们快出发吧 小朋友好可爱 老婆你看 他长得好像阿雷啊 哎 如果他没有残疾 那就更好了 你说什么 这孩子有残疾 对啊 我儿子一生下来 舌头就非常的短 医生说 以后讲话会有障碍的 啊 怎么会这样 报应 这都是报应啊 我要是早知道 会有这样的果报 哪里还会吃牛蛇啊 这跟吃牛蛇 有什么关系呢 阿雷他 非常爱吃牛蛇 每次老板说的牛 托在前 他都会先把牛蛇 割下来 煮着来吃 这些年来 他不知道 吃了多少牛蛇 结果自己的儿子 生下来就断舌 你说这不是报应 是什么呀 你们想太多了 这世上 哪有什么报应啊 不过是个巧合罢了 不 这不是巧合 这就是报应 哥 你知道吗 买下你家老牛的 当天晚上 我便做了个 奇怪的梦 梦里 那头老牛对我说 当初 我出车祸的时候 是他救了我 所以希望这次 我也能救救他 天啊 他真的这样说吗 没错 在我的梦中 老牛的确来求我 帮忙救他的 阿雷 当初你出车祸的时候 我给你的那笔钱 的确是他拼了命赚来的 啊 我到底都做了些什么呀 我不但没有救他 反倒还把他的舌头 割下来吃了 报应 报应啊 老公 我们把为我们家拼命工作一辈子的老牛给卖了 不会也要遭受果报吧 果然 从弟弟家回来的当天晚上 阿昌便做了一个怪梦 对不起 对不起 老公 怎么了 做噩梦了吗 我梦到大牛了 他对我说 你本来说 要给我养老送终的 可是却因为贪财而害死了我 我今天要来报仇 说完 他就用牛角顶我的背 顶得我好痛啊 老公 没事的 那只是个梦 哎呀 好痛啊 我的背怎么突然痛起来了 咦 你的背上怎么突然长了一个好大的毒疮 难道 难道真的是大牛来报仇了 这怎么可能 不过是个毒疮罢了 和大牛没关系的 明天我们就去看医生 第二天 阿昌夫妻俩便去了医院 然而 这个毒疮非常顽固 让阿昌痛了足足有半年之久 花费了两万多块钱才治愈 大牛 对不起 是我失信了 对不起 希望您能原谅我 两只白狐的选择 狐狸有多个品种 其中赤狐的数量最多 分布最广 赤狐 顾名思义 就是毛色棕红的狐狸 在一家动物园里 有个规模颇大的狐狸馆 里面养了八只赤狐 这些狐狸可真漂亮啊 是不是因为它们的毛发是棕红色 所以就叫赤狐啊 没错 不过赤狐还有一个鲜为人知的特点 那就是它的皮毛能根据栖息地不同而变换颜色 在黑森林里的赤狐毛发是黑色 再靠近雪线地方的赤狐毛发是白色 在黄土丘林地区的赤狐毛发则是棕色 这么说它们就像变色龙一样哦 怎么说呢 它们毛发的颜色可不能像变色龙变得那么快 你们俩赶快准备一下 有两只特别的赤狐被送到了我们这里 特别的赤狐 是啊 你们看 天啊 好漂亮啊 白色的狐狸 这难道是珍贵的北极狐 不对 看它的样子并不是北极狐 它们应该是两只毛色变异的赤狐 没错 我们已经鉴定过了 它们的确是两只标准的赤狐 而且还是姐妹俩啊 园长 这两只狐狸是从哪里弄来的 据说这是一位牧民在雪线附近捕捉到的 你说的没错 看来它们的毛色真的会随周围环境的变化而改变呢 白色的赤狐很少见啊 园长 我看应该把它们单独关在一个龙舍里 我们这里的龙舍那么少 哪里有空闲的地方单独关它们啊 既然它们是赤狐 那就和这些赤狐关在一起好了 就这样 这两只长着一身雪白毛发的狐狸 被关进了狐狸馆 狐狸这种动物没有欺负新生的陋习 老居民和新来者 彼此嗅闻一下对方身上的气味 便算互相认识了 怎么回事 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啊 这两个家伙 它们在自命清高呢 按照惯例 新来的狐狸 应该主动低着头 走到狐狸群里 年纪最大的那只狐狸面前 让它绣纹身体 请求被接纳才对 只是这两个家伙太自以为是 觉着自己漂亮 便没有把这些赤狐看在眼里 不是吧 他俩到了人家的地盘 还这么高啊 妈妈 他们好漂亮啊 是啊 简直就像公主一样美丽 即便他们很漂亮 也应该先来拜见我们 这两个家伙 实在太不懂规矩了 是啊 对于这样不懂礼貌的家伙 我们绝对不能接受 他们年纪那么小 而且又刚被抓到这里来 自然会感到紧张 既然他们不敢过来 那我就过去和他们打个招呼吧 你看 老狐狸屈尊 亲自过去迎接那两只白狐了 这只老狐狸是狐群的首领 一直非常善良 另外那些狐狸都很尊敬他 看来这两只白狐 会很顺利地融入这个族群的 可是 我怎么感觉那两只白狐 根本就看不起这群赤狐啊 你这个肮脏的老家伙 不要靠近我 对 你快离开我们 啊 你们说什么 你们这两个没有教养的家伙 这里不欢迎你吗 到了我们的地盘还敢放肆 咬死他们 对 竟然敢侮辱我们的首领 咬死他们 算了 既然他俩不愿意和我们为伍 那我们也不勉强 以后各过各的日子好了 姐姐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不能和那群赃狐狸在一起 从那以后 这对狐狸的日子变得异常艰难 近时时 赤狐门总会一轰而上 把石草 围得水泄不通 那两只白狐 根本无法挤进去 只能顿顿吃 残佳圣羹 食物又没有了 姐姐 我好饿啊 已经好几天没有吃顿饱饭了 不管怎么样 我们绝不能和他们一样 哎呀 下雨了 赶快躲进去 姐姐 下雨了 我们也赶快躲进棚里吧 我们怎么能和他们挤在一起 走 我们到那里吧 赤狐门都不愿再搭理这两只白狐 也从不和他俩玩耍 他俩整天蜷缩在龙舍附近的角落里 显得异常孤独 几天后 白狐妹妹有些受不了了 我也好想和他们在一起啊 你要干什么 不准过来 离我们远点 你一身白毛 看着就讨厌 为什么会变成这样呢 我还要这样过日子吗 半个多月后 这对白狐 这对白狐受了整整一圈 但是姐姐 却依然保持着高傲的姿态 从没表现出 要降低身份 与那群赤狐修好的态度 而妹妹 则越来越频繁地 混进赤狐群里 也不管赤狐们欢不欢迎她 渐渐地 赤狐们对白狐妹妹 已经没有那么大的敌意了 姐姐 雨实在太大了 我们也去棚里避避雨吧 我们怎么能和那些 猖狐狸挤在一起 不准去 可是我感觉好冷啊 姐姐 你不去的话 那我就自己去了 让大雨这样连着 我受不了了 你别做梦了 你以为 他们会让你进入 他们的棚里避雨吗 他们的首领很慈善的 只要我们哀求他 他说不定会答应的 哀求他们 我们怎么能做那样的事情 姐姐 这一个多月以来 我们吃不饱 睡不好 如果还这么自明不烦下去的话 我们会死掉的 即便死掉 我们也不能放下自己的身份 我们和他们可不一样 我们和他们 哪里不一样 大家都是狐狸啊 你不去 那我自己去了 雨下得太大了 能让我也进来避避雨吗 来吧 到这里来吧 谢谢 真是太感谢您了 哼 这个没补气的家伙 白狐妹妹和赤狐的关系 越来越好 又过了半个月 他身上的毛色 竟然逐渐变红 那红色一日深似一日 不到两个月 他便变成了一只标准的赤狐 真是太不可思议了 他那一身雪白的毛发 竟然完全变成了棕红色 看来他现在应该完全融入了赤狐种群了 没错 可是他姐姐却直到现在也不愿融进去 他这样下去的话会很糟糕的 姐姐 你来和我们一起玩吧 只要你愿意 这里的手里是很愿意接纳你的 你不要和我说话 哼 你看你现在的样子 竟然也变得和那些脏狐狸一样 离我远一点 啊 姐姐 你 我没有你这样的妹妹 以后你不准叫我姐姐 白狐姐姐真是顽固不化 是啊 白狐妹妹是聪明的 如果她也像姐姐一样 死守着自己那身白毛的话 她永远也不会和赤狐打成一片 永远也休想改变自己不利的处境 又过了一段时间 白狐妹妹的身体越来越强壮 在群体里的地位也越来越高 而白狐姐姐终于病倒了 动物园只能将其从狐狸馆里移出 怎么搞的 她怎么会病成这个样子 别提了 这个家伙自命清高 完全和狐群融不到一起 难道她为了自己心里所谓的高贵 连命都不要了 客观地说 那身洁白的狐毛 确实比棕红色的狐毛 要美丽的许多 但她的价值是否在生命之上 是值得深思的呢 我在网络先进的时代 人人追求世界上的冲击 不少人会分享与宠物互动的影片 这天我也登上了网络 即将表演的是一场喂食秀 而我即将成为饲料 被一只巨蟒把玩 眼前的巨大历史 是我最后的记忆 透过大师傅的建议 我来到了天堂 这里有许许多多不同遭遇的同伴 因为这里的慈祥安和 大家都过得很开心 而且这里的一切似乎都是真的 是真正属于我们的天堂 努力8月25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果慈法师及元通寺僧众领众 献上礼拜慈悲三昧水菜 10月2日上午8点开始 恭请湛江法师主讲 弥陀要解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从阳祭祭祖 杨孝道 万幸祖先 普回向 祈愿长辈福九九 众等礼拜金刚铲 10月14日 农历9月9日上午9点开始 恭请广护法师领众 献上礼拜金刚宝铲 电话03-989-9319 03-989-9319 03-989-8686 03-989-8686 宜蘭大碑观音道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二十 世尊告诸彼丘 臣氏礼佛有五世功德 云和为五 一者 端正 二者 好生 三者 多才饶宝 四者 生长者家 五者 生坏命中 生善处天上 所以 所以 然者 如来 无语等也 如来 有信 有戒 有文 有慧 有 善色 成就 是故 成就 五功德 若有众生 好生 二者 有所发言 人皆幸福 三者 储重不畏 四者 天人爱抑 五者 具足威士 六者 威士众生 皆来 情福 七者 常得 清静 诸佛 菩萨 八者 具大福报 九者 命中升天 十者 肃正灭派 使民 李佛塔庙 得十种功德 若以 清静心 于如来 灭后 供养 涉利者 或 造于塔庙 即 如来 形象 于比 塔向前 扫图 曼陀罗 以种种花香 散布于其上 以诸妙香水 而育于佛像 上妙诸饮食 进食以供量 赞礼佛功德 无量难思议 智慧及神通 诸善巧方便 西街道彼岸 海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主持继生阿弥陀佛